上一集就两个阵营打成平手 换言之 这个回合就是《缺勝局》 再给个武装帝试歌大家玩一下 又看看大家看不看得出 哪个打哪个 狼人阵营有两个角色 分别是狼人 他只需要躲起自己 而渣华就是负责掩藏他的朋友 守野人 属于村民阵营 晚上可以开眼一次 但只有他一个是没用的 如果有两个 就可以互相相迎 知道大家都是好人 骑爵不属于任何阵营 只要大家投死我 我就自己个人赢 好 强盗是属于村民阵营的 他可以选择场上任何一个人 跟他交换这个牌 导弹鬼 导弹鬼是属于村民阵营的 他可以选择场上 适当两张牌交换他 失眠者 他是村民阵营 他是最后一个开眼 可以看看他自己有没有被人换了 语言家 Sia 即是唱Chandelier 他属于村民阵营 晚上可以开眼 询问随便一个玩家的真实身份 或者可以询问中间三张牌 其中两张 村民 他是村民阵营中最有用的好人 不过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玩法 就是要把村民读成平凡人 如果说错了村民的话 就要禁营一分钟 好 三二一 看一看 哇 平凡人 平凡人 那边有很狼样 右狼 你别弄我 神经的 5号之后我完全看不到 所以我不想你去 二号狼牌 二号狼牌 四六 好 Sola 你不要退后 你要前一点 你的镜头会拍不到你的 好 Sola她笑得很尖 我也觉得是 好 好 右闻 闻什么闻 半山都闻 四号狼牌 四号狼牌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 准备你三二一 自我讨论 说一说 你为什么四号狼牌 整晚不停说话 又想跳瑜伽的感觉 就是冷轻松 冷轻松 对了 又想什么都说 我要说定我一个 因为我怕我说完之后 因为有人跳出来 我静不了自己 我知道哪个是守夜者 守夜人 好的 我嘛 我也知道哪个是守夜人 我也想说我知道哪个是守夜人 但我不说 我免得 什么又 又怎么会知道 四八又说自己是守夜人 所以我免得说出来之后 我就被人说 四号不是 四号搞事 四号不是搞事 那他就補他 好 就是四八守夜人 我想问四 八号你是肯定 四号是你的partner 我肯定 为什么二号你又肯定 但是不代表他们的partner 是代表是守夜人 他说他是守夜人 但你又为什么刚刚说自己是守夜人 没问大家 二号也可以是守夜人 没有胡说 你有没有看过人胡说 说自己是什么失眠者 就会被人死了 你不要胡说 自己胡说 或者是平凡人 就会被人死 是啊 他说了 不是 想我不说话 没可能 他突然说是 他说是 那么 我宣伤了什么 你是吗 只有四个人 我不是宣伤了什么人 你干什么 你不说话 你又错了 给你说一次 你再说一次 我是 堵蛋鬼 很有意 你会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 我把你的牌子和 把你的牌子掉 要想 要想 他要想 皮张 为什么要口疼 皮张 因为我说话 想说得清晰一点 那就是皮张 皮张 来吧 我真的 要用牌子 失眠者 你是失眠者 你又失眠者 你失眠者 我免得又再坐 你失眠者 那你的牌子又没有转了 又要想 不如不要听张网说 我才是失眠者 神經病 有什么 又来 又来 喂 我心想 为什么失眠者这个角色这么难做 每一次都是 我看我自己的牌子都是失眠者 我也看了 千二十次 又错 迷得已解开 我是原家 刚刚那个失眠者是在外面 有两个认者是失眠者 哦 哦 慢着 慢着 每六号都是狼 可能他也是假的 对他对奶也是假的 有机会皮脏 又跳原家 慢着 有没有其他原家 等等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 你说刚才4号是 你刚才说我是守护者 什么守野人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还是原家 守野人 开眼见面 他不是守野人 那为什么你这么肯定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 很糟糕 很乱 不是 方便sir你是什么 我是守野人 但是他突然撑我 你是强盗 他是乱说 他是骯髒的 之前你随时转车线 我是强盗 你为什么刚才撑我 因为我拿了你的牌子 你拿了我的牌子 我只知道你是守野人 就是你看到他的牌子 就是你换了我的牌子 是不是想这样问他 我拿了你的牌子 也有望的 现在你是 现在你牌是强盗 我是守野人 那要拍摄你的牌子 我是守野人 蛤 7个守野人 没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 我换了 我跟他 3、4都是守野人 是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8号支持我 我是强盗 他现在说他是强盗 theory kind of makes sense 我可能以为他是 他一定是强盗 因为他说2号不是守野人 他有说到的 我是导弹鬼 好乱 我是换了1号跟4号 1、4 2、3、4、5、8都是好 咦 文定还没说话 1、5是好 就是了 蛤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说了他说了他说了 心眠者是假的 那他心眠者是假的 狼牌现在是大分配 是啊他说是双心眠 1、5是心眠 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假的 你1、5是 你说心眠者是外面 5、6是假的 等一下再问一件事 外面的心眠者跟什么 出门 他答得很快 你答得好 你答得好 不过你不要出声 6号怎么会定狼 不会定狼 他知道外面是什么很肯定 那他现在知道了 大家可以说 你还可以说话 终于我可以说 终于有人跳我的身份 我才是平凡人 所以这个一定是狼牌 一定是 因为他说出的话 因为我这只是 没有人换过我 现在还有哪个 强度没有换过我 然后还有全场的身份 平凡人 他以为他是皮匠 我就是觉得有机会是皮匠 是啊 他玩到选 他说他跳出来 我是皮匠的头 我什么都跳 就是告诉别人 我一定死定了 但是没有人跟他争 他讲这么多东西 因为没有人跟他争 越然家 越然家有机会在外面 然后他拿了越然家 乱说外面有两张 因为第一局大家赞了他 所以他用回同一个方式 而且你要记住 等一下 有机会两栏 一爪 有机会167 有机会167 又是我 不要整天的spotlight 你射在我那里 因为你说你自己是失眠者 但是你们不相信 我知道 但是因为 倒弹鬼换了你和四号 如果真的换了 你是狼人 你要说出来 你如果本身是狼人 因为二号倒弹鬼换了 你不要理会私人生活 不是啊 不是啊 因为你是狼人 你的卡现在是Anton 等一下 二号是狼牌 等一下 二号是狼牌 如果二号是说真话 现在没有人 那么多个人在外面 寓言家也在外面 然后倒弹鬼也在外面 那如果六二双狼呢 现在是这两个 六二双狼 三四 什么你换了一四号 我和Anton换了 是啊 所以你应该要说 你本身是什么角色 你眼眩了 他说了很久 不是啊 守夜人 哦守夜人 老伴 那你是什么呢 那你本来是什么 狼人 不是啊 他不应该搭着 因为有机会二号是狼 今晚就可以 二号是狼的可能性 低很多 你低过一 低过七 低过一 低过六 现在他六号暖 外面的两只 有机会是狼牙皮障 一号才说自己是失眠者 你更不应该相信一号 因为他跟你对合失眠者 我明白 一路都说了一六 是两狼 一六两狼的机会率 一定比较大 但还有爪牙 第二 他是爪牙 他要补狼型 他不应该这样刷一号出来 是不是这样想 对 你被人换了 你不说的话很难赢 什么 如果你被人换了 你不说的话很难赢 我真的被人换了 但我要先假设他才可以 所以你不是失眠者 因为失眠者 应该是最后可以确认自己的牌 对 但你又说自己是失眠者 老实说 如果我相信二号是导弹鬼 然后一号 假设他是狼 然后在亂说 不敢说自己的失眠者 现在他的狼牌应该是Anton 真的在导弦街 真的在导弦街 不是他先生说 不就是他是狼 然后我觉得 不知道你可能是爪牙的物体 或者你也是狼 但是他也是 总之你们三个都是有可疑的 本事你真的在导弦街看过两只 我相信六号 因为他刚才踏出面的团牌 他踏得很快 所以你说错了 我们就要判六号是狼 他生命 不要啊 不是啊 Anthony现在这样玩的原因是 因为他知道他手上那只狼 他想赢 所以他要我们投六号 所以投四号才是狼 我觉得是 有机 应该要这样判了吧 有机 总是这样判 无聊 即是先判二号是真导弦 换了牌导弦 之后你也换了我的牌 即是你拿了一张狼 之后的 我强到之后才导弦 所以我一定是安全的 哇 我很害怕做 我很害怕 不是啊 我不是害怕自己判错 我害怕自己判错 也没有问题 好 大家争论了这么久 其实我的决定性 我当时被换了牌 狼人 我知道谁是狼 我是爪牙 我知道谁是狼 其实我真的不想判他出来 判他 因为他真的很好人 他真的很好善良的 而且还要再判他 他真的很好善良 即是七吗 五七 我看不到你 Hello 文迪 七 都说的 那你呢 你为什么要跳失眠者 我真的失眠者 为什么你会知道他是狼 即是六七 因为他是在六号 你是象棋 象棋 象棋棋 象棋棋 所以现在看人格 看我们相信谁更多 我就相信他更多 因为Jonathan没有必要这样 不用 后面这句不用报 我们只是相信人格 看人格判断 我们相信谁更多 七位好人 Jonathan真是神经 都说我都说他是壞人 为什么你们当我说话没到 小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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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了 准备 3 2 1 这个是什么字 先留住 7号是有1 2 3 4 5 6 6票的 好 那就开开来见一下大家 那是什么牌 平凡吗 Yeah 平凡 都说不要送五七的 你是什么 什么 皮障 哦 他是什么 我知道他是皮障 我送你 我真的老送你 守野人 我在这里 你是什么 Jonathan 强盗 就是Anton的角色 咦 哦 是 因为我会了 因为我改变 因为我改变 因为你刚才说的 全部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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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Jonathan说的 否则就 不错 否则就哭出来 好 第三回合就全靠Jonathan的表现 我们就成功赢了 这个平凡阵营胜出 变成功赢了 呼 换言之 我们今集的这个卓游会馆之一夜狼人 就是这个平凡人阵营大获全盛 好的 平凡人Easter Bars 好 那就有一个小游戏 就是我们要投出今天的MVP 和今天的老鼠屎 哇 好难感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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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很怕人投你老鼠屎吗 我今天一定不是老鼠屎 不用怕 真的吗 对 我们迟些会有个老鼠屎 爬行榜在这里 在这里 我想上榜 有谁老鼠屎 没得到谁老鼠屎 Anton 可能三分都赢了 Anton刚刚第二回合 投 投 你想要镜头 我现在给镜头 我要MVP 就要镜头 两个都给你 你没做MVP 真是的 两个都给你 你没做MVP 那我们现在就先投一个MVP 我数三二一就举那个数字 准备 不要投自己 蛤 咦 自己想两个 不然每个都投自己 我们全部等于的 好准备 这些小圈子的数据 3 2 1 好 你为什么会投这个人 这个是7号 你的手指是不是有 对不起 为什么会这样 5号 5号 MVP有两个 拼标 为什么要投4号 那没有 因为我本身准备了一个金牌 所以没有 给你 给你 我分享 好 我逢星期一三五就拿给你 好吗 但有没有人赢了三个 上次 其实应该要投他 你给我 我逢星期二四六就拿给你 你的第二招真是厉害 你们两个 是啊 是啊 两个战人 好 那轮到老鼠屎环节 老鼠屎环节 其实这里是有爱的射区 有一个人玩得很差的 然后第二回合输 肯定是我 第二个人的针对我 他针对我的失眠者 那么 头两个大家看来都知道 神经病 我制造效果 很冤枉 都未是你 都未必是你 我一定是你的 那是谁 给Dita试试 试试试 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 准备 3 2 1 我先投第二个 你说是哪个 我真的没办法 私仇 其实第三局他也有点差 就是 倒蛋鬼换了 你就说吧 他是这样隐瞒 他明明是好人派 比我还要玩奥皮 真的 你还要比我还要 全部他都说了 不准NG 我们四个人的名字 那些 不要准备太多 没得NG的 没NG的 继续继续继续 大家如果看不到这个名字 尴尬 你们不要生气 没人生气 好 我们来 第一局卓游会馆 很好玩 希望大家喜欢 多谢One Promise 上来我们这个卓游会馆玩 大家记住听 大家记住听 One Promise新歌 平凡人的自主 还要说我们的名字 我们多谢 Anton 天恒 文迪 和Sona 好 等一下 One Promise是大家还是世界 知道吗 大家 好 人生的赢家 好 记得去听 最灵犯 又是我自己说的 哈哈 好 记得去听 好 如果大家喜欢看卓游会馆 记得CLS 什么频道 Facebook的频道 还有OP的频道 没错 如果看完卓游会馆 觉得不够后的话 可以怎么样 去国得 觉得不够后可以怎么样 可以去我们OP的 Official Channel 看看我们的狼阳沙 最喜欢的 其实我们不是玩游戏 我们是唱歌的 可以听我们的歌 我们有新歌 平凡人的自尊 你都唱的 是吗 我也想 还有 如果大家想看他们 上我们的频道 玩OP狼阳沙 记得在下面留言 今天就会邀请他们 上来和我们一起玩OP狼阳沙 看看谁做灯神